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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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中国的城市建设就是他们看出来的 都是农民工看出来的 所以你没有任何的理由怀疑说 他们没有办法自己盖自己的房子 所以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把传统 地方的特色 环保的东西 传统的东西都把它造回来 最重要是环保的理念 环保的理念 所谓可持续的理念 今天我演讲也讲到了 它其实不是很简单技术问题 它要涵盖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城市的东西 把它加进来 这东西才会有意义 才会自然生成 你这单独是一次 技术可能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革命 建防的革命 世界上任何角落都可以用得上 最重要的就是 所谓的工业化量化的生产 跟多样化 跟传统 跟手工的结合 它是一个整个的 一个产业的整个的转变 是一个流产的 多产生能力 位于柴 门 相当这个川